拆解一个汽车发电机 拆完之后呢 咱们去卖铜线 看看能卖多少钱 简单看下结构 首先前面皮带轮 通过皮带连接发动机取轴 获得动力 然后前机架 定子铁芯 后机架 保护罩 品牌为博士 西班牙制造 14V 这里是发电输出的正极 副极是外壳 直接连接发动机打铁 拿下保护罩 首先中间转子轴 上面有两只导电滑环 连接转子线圈 负责利磁 滑环外面呢 是两只碳刷 连接电压调解器 调解器散热片 调解器呢 主要负责转子利磁供电 通过控制给转子电流的大小 改变转子内部电磁强度 来控制发电量恒定 发出的电通过定子线圈 一二三四五六 输出给整流架 交流变质流 这一款上面有六只大功率二级管 接下来拆解 首先是电压调解器 电压调解器 两枚给转子利磁供电的碳刷 品牌为博士 这里面注胶了 接下来拆整流架 整流架 一共两层 每一层上面呢 有三颗大功率二级管 博士 V028-1009 上面这一层呢 输出正级电压 下面这一层呢 输出负级电压 同样是三颗大功率二级管 现在可以看到它的三组 定子线圈输出 这是一组 两组 三组 转子划槐 上面已经磨出膝痕了 拧下四颗贯穿螺丝 发电机 后机架 博士 现在可以看到定子线圈 定子铁芯 锈的不成样子了 需要砸下来 定子线圈 一共三层线圈 定子铁芯 锈的非常严重 现在可以看到它的转子了 里面转子绕组 非常粗的大铜线 鸟嘴型磁级 上面是S级 下面是N级 上下两层风扇 负责散热 给转子线圈一个12伏电压 鸟嘴磁级上呢 会产生很强的磁力 断电磁力消失 拆下强力胶固定的风扇 拿下上层的鸟嘴铁 拿下上层的鸟嘴铁 取出所有铜丝 铜丝 估计呢 有1斤 接下来锯开定子铁芯 这个切割面呢 已经烤蓝了 一种金属的铁 拉出所有铜丝 带皮1300克 二斤六两 来到了收费品这里 那个铜丝 这个23 这是那个天机里的 好铜 不是铝的 纯铜的 二斤六两应该是 应该是秤改这的 六两 有可能在比如说 你看我这秤改这的 没有 这秤改 那你要搁它就差不多了 二斤半就二斤半吧 57块53 58 那个是8斤加8块钱 铁多少钱 1块钱 那多少 那是8斤 对8块加上58 66呗 66啊 一共卖了66